结合时下流行游戏与加密货币概念增加游戏优因 同时让民众玩游戏多走路 减少交通工具使用达到环保效益 这是环保署举办空品知识行动与创意竞赛高中组特优的作品 大专组则是以食品业者、消费者、政府等不同角色 融入餐饮业油烟等相关政策 延伸各种情境与影响 宣导空品相关知识 游戏内容丰富 同时关注议题 所以这次我们的参赛作品 就是希望可以用游戏跟环境 的environment 就是合并起来让小朋友们 就是能多学习环境 跟以后长大 就是unconsciously help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同时我们也是有 引入区块链的技术 就是在北美洲现在很盛行的一个优势 来放进我们的游戏 来引发台湾的年轻人接触新的东西 我们发现在台湾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在开车 我们的简报有讲到说 台湾有大概2200万的车辆 大约是全台湾每一个人都有一台车 所以我们想要减少人们开车 也就是来让人玩我们的游戏 可以多走路 他们就没有再开车了 我们是来自彰化师班大学地理学系的学生 然后今年我们刚好二度参赛 以桌游强势回归 然后竟然很荣幸获得大专组的特优 然后我们觉得其实在过程中最困难的是 如何修正如何调整 那刚好遇到很棒的伙伴 让我们一起行动一起落实这些理念 然后也很荣幸可以来这边参加颁奖典礼 然后也很感谢评室们的肯定跟倾断 还有队友们的努力 这样感谢 我们的作品是透过饮食消费行动 去进行的桌游设计 然后主要是用各种的权益关系人 然后进行一些角色的竞争合作的关系 并且透过卡牌跟一些点数的换算 让角色跟玩家可以在游戏过程中 体验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行动 然后如何一起去共同正视空气品质的问题 然后大概是我们桌游的基本构想 像是在地的餐食店家 我们就可能设计环保团体 去针对空屋进行一些游行或是劝说 又或者是具有强制力的政府 来进行一些法规的调整 像是加强摊贩集中区的油烟管制 或者是落实一些像是油烟集中处理 或者是改善空气品质的一些策略或法规 是我们会融入桌游的卡牌设计里面的 另外也有学生自行编排创意舞蹈 动作设计连接空气污染减量方式 让民众以后看到舞蹈都能发挥联想 进而实践环保生活 那环保署办这个活动我想大家都清楚 空气品质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才能过来改善 绝对不是说只有政府机关 因为你可以知道 我们从食衣住行娱乐 甚至到民属的活动 都会跟空气有关 对不对 他的这个经浅能力可能也有提到 那过去我们常常会看到说 所谓的自愿性的风险 比如说你知道烧精子会造成空气无人 那有的人就是因为 即使他知道空气无人 他还是继续烧精子 那有的人知道说抽烟也太健康 他还是继续抽烟 这个就是自愿性的风险 但是有一些对自愿性的风险 就要求你一定要做到另风险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要有人类 只要有风筒 就一定会有污染的来报 但是我们要把公家里的指导 我们可以接受的风险 因为不可能说所有的污染物 全部被打掉 那怎么太难了 所以怎么样在经济有效成本的考量下做到稳难 可以接受很多一个公司的情况 来做这个考虑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 也让很多的我们在座的学生 在比赛过程里面需要去收集资料 也需要跟老师讨论 那这个就是教育的一部分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资料收集 我想大家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了解了很多 我们空气瓶子方面有关的名词 甚至我们推动的政策等等 可能都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去了解 在多年前一开始 大家可能都只有管PM10 然后后来管到PM2.5 然后有人就跟我讲 说萌萌营会有人议员在咨询环保局长 说你管那个下午2点半要干啥 PM2.5 说你就是管下午2点半要做什么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的就是 即使空气污染的 空气瓶子的这个知识 一直在点击一直在成长 那有很多可能过去没有听过的名字 后续也会陆陆区的再出现 那这些都需要我们透过宣导 跟民众去讲清楚 那哪些是对人体健康危害的 那要怎么样避免这个危害 那在政府机关跟民间社团 跟民众之间 你们到底怎么在努力 整个空气瓶子做一个改善 上一年来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活动 所以今年Edmond就是邀请我来参加 然后我就是感觉很佩服 因为就是环保署让我们这些小朋友 这种机会能多学习环境 跟制造一些不同的方法来 12个 11住行娱乐 对 然后来学习怎么 就是用不同游戏 或者就是音乐那些来 就是广播这个重要的环境 我是觉得这个竞赛是非常的好的 很多台湾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有一个机会 可以讲出他们的意见 来进步台湾的空气污染 因为我们也知道台湾的年轻人也是最有想法的 会帮助那些长辈来想出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法 因为我们刚好读的科系是地理学系 地理学系反而就是一个探讨人跟环境之间 矛盾问题的一个学科 然后刚好我们的学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我们就可以去应用生活中所见所闻 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并且通过我们的学科去解决改善这个问题 竞赛以日常生活面向为主轴 共有高中组15队 大专组17队报名参加 鼓励青年学子以不同事业团队合作来参与比赛 从中学习及运用甚至推广至周围人 一同来关心空品响应静零绿生活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买遇到 迥到 主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